Hello,大家好,我是泽青 现在已经快凌晨一点了,我还没有睡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点热 然后我刚才量了一下体温,是37度1 我就喝了一包那个感冒药 现在还在量体温呢 有点紧张啊,因为现在这个时期就是也有一点发热 因为37度还是稍有点低烧的嘛 我想了一下,我昨天晚上出去跑步了,就10点左右 跑步的时候基本上也没有人,我也戴着口罩 但是就是跑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我就把口罩摘下来了 小区的人也特别少,基本上就也有一两个也是跑步的 而且我们小区都是封离式的管理 也没有确诊的 觉得应该不会,应该不会吧 有点担心 我一会儿再吃点感冒药 有可能就是昨天晚上跑步 受寒了 因为确实每天在家待着,确实很难受 所以我就想着晚上没事的时候就跑跑步嘛 锻炼锻炼身体 结果今天确实有一点 有一点就滴水了,不大舒服 跟感冒差不多的这么重 37度 37度其实还好吧 一会儿再过半个小时再吃点感冒药 然后再量一下体温 这两天就多多观察 希望早点好起来呀 好了,那就不多说了 大家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